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在《论高等教育》这个series 里面,想跟大家讨论一个比较现实的问题。 就是怎样帮自己的子女选择一间适合他们的大学。 在大学教书了很多年,每年到七、八月的时候,通常很多老友会找我出来吃饭,吃晚饭, 主要都是在讨论自己的子女的读书问题。 到七月多了,有些小朋友就已经有了大学的offer, 可能有些读书读得比较好,有几个offer, 于是父母就要在选择,究竟去哪一家学校好呢? 另一略就刚刚相反,到这个时候都没有一个确定的offer, 下学期,想要选读书好的时候,又来找我们请教有些什么后备方案, 或者如何处理这个问题。 还有些家长是比较未与纠谋的。 今年的子女可能升读中六,中过一年就要读大学。 这个时候就会问一问,究竟你怎样准备找学校呢? 或者利用暑假去看看学校,做好申请的准备。 所以今天就特别帮大家讨论一下这个比较现实, 但也一定要处理的问题。 首先跟大家讲一个望子成龙的故事。 我想这个故事相传是关于明朝才子謝俊的故事。 相传是很小的,已经是一个很财师敏哲的人。 他爸爸也发现,其实他是很有机会成才的。 所以他七岁要去考寿采采的时候, 就和他想去做定一套寿采衫衫。 于是他大概在一个裁服师傅那里量身,做寿采衫衫。 当时天气比较冷,所以借俊的小朋友穿了一件绿色的棉纳。 他们去到这间裁缝铺的时候,裁缝铺的老板,就是裁缝师傅, 就穿着一件红色的棉纳。 见到这个小朋友这么小,但是他爸爸就和他做寿采衫衫。 就觉得,喂,你是不是自大一点啊,大哥。 他就跟他爸爸打倒,就说,不如这样啦,我让他对你,对一对。 如果你对得到的话,我将她秀才衫送给你,又怎么说啦。 他说,好啊。 于是这位裁缝师傅,就出了上乱给姐俊去对。 上乱,其实是有点蝦渠。 因为他在绿色棉纳。 所以说,他出碎蝦毛,穿绿傲。 就是暗如你买蝦毛,想吃天鹅肉。 年轻学人想种寿菜。 謝浸,看一看他啦。 让大家说过,做一件红色棉纳。 就直接对了给他啦。 就是落湯,旁蟹,穿红袍。 大家看到这一对对联,对得相当工整。 大家看到,出水对落湯。 蝦毛对旁蟹。 穿绿傲,穿红袍。 第一,就是字面上的工整。 第二,他也在暗议裁缝店的老板。 因为其实,出水蝦毛还是生的。 落湯,旁蟹,即是石耳梗。 其实,他背后都已经折回他一句。 没办法啦。 裁缝店老板输了,就送一套秀才衣服给他。 到他要去考试那天啦。 大家知道股市啦。 如果家有比较穷的时候, 你未必有马,未必有车。 但是,他爸爸也怕有小孩。 因为小孩七岁那么小, 怕他走得远去考试。 走到他会太累的时候, 就会考得不好了。 所以没办法啦。 于是乎,他就把小孩放在肩膀上。 骑膊马地骑着孩子去考试。 这位老板见到,又互相去疾他一次。 于是乎,又在旁边说了一句。 就是什么呢? 以副作马。 就是笑他啦。 老子爹地,当马骑去考试。 这些借尽即是对了个下乱给他。 望子成龙。 大家看看这对短,对得相当公正。 而这一个故事呢? 我为什么跟大家说呢? 亦都道律出了很多香港父母, 或者世界上很多父母的心性。 虽然今天,我们未必希望, 子女将来做大官, 賺大钱, 發大财。 但是从一个讲义的望子成龙来说, 我们总希望子女成为一个 诚实, 有自信, 能够自食其力, 一个造福社会的人。 所以,望子成龙这个概念, 我觉得始终在现代社会仍是应用的。 虽然大家未必真是纯粹为了子女 要赚很多钱, 真是这样的成龙。 但是我们说的是一个 港义的成龙。 我跟大家前几集中提过一些东西, 就是说, 在我小时候, 可能父母觉得, 能够将你公园读小学, 或者甚至去公园读一些职业先修学校, 令你将来能够好好地找食, 已经责任完满了。 但是到了我们这一代, 我想我们极 minimum, 对望公园自己的小朋友读完大学, 所以变成了选择大学, 成为我们这一代父母的一个 好像obligation。 但是其实很多家长选择大学的时候, 都未必知道你应该怎么算的。 而很多时候, 他们都是盲目地看大学的牌位, 尽量上中学的视频, 送入名校。 所以我这集, 特别想大家讨论一下这个问题。 大家还记得, 在我开台的时候, 我曾经做过一集, 叫做《名校迷思》, 就是说香港中学的名校。 但是其实读大学的名校, 当然也有另一种的, 大家要想一想的想法。 第一件事, 大家可能会想的, 究竟我小朋友应该在香港读书呢? 还是给他机会出国读书呢? 我个人来说, 如果家里有能力, 我其实尽量希望, 这家长可以从我小朋友送出去读书。 并不是为了我搞什么移民, 珠珠的问题。 而我觉得, 能够出去看看, 无论你回去国内, 或者是去外国的大学, 始终自己可以大开自己的眼界。 我教书这么多年, 一直都要劝学生, 就算读完大学也好, 有机会都出去外面看一看。 不要将自己的世界, 变成了深圳河以南, 就葡台岛以北的香港。 这个世界是很大的, 所以起码是增广见闻, 自己再去决定将来, 回香港工作, 或者决定留在外国移民, 这就变成一个很个人的决定。 但是能够出国读书, 始终能够令到你的眼界会开开。 好了, 选择大学, 是不是选名校就好呢? 我想很多家长注意两个问题。 第一, 那间学校, 为什么成为名校? 第二, 这间学校成为名校的原因, 对你的子女的教育有什么影响呢? 很多校成为名校, 并不是因为书教得好。 大家看一看, 大家随手数多的名校, 比如我自己毕业的加州帕克内分校, 或者麻生理工学院, 英国的剑桥, 牛津, 美国的士丹福。 这些学校出名人犬在哪里? 因为他们出了很多很好的研究成果, 拿过很多诺贝尔奖, 珠鼠的东西。 好了, 大家考虑一样东西。 教授诺贝尔奖, 对我的儿子读书有什么影响呢? 譬如, 我的子女或女女是想读物理的, 他读大学一年班, 二年班, 三年班, 四年班都好。 是不是需要一个诺贝尔奖去教你才听得明白? 是不是需要一个诺贝尔奖去教你的子女? 这个大家想清楚。 还有一件事, 拿着诺贝尔奖的教书, 我考虑得特别好。 我有些个人的亲身经验。 我读研究院的时候, 就贪得意, 因为有一位柏格学校的教授, 就拿了个诺贝尔的经济学奖。 我慕名而去啦, 他上课都个人啦, 我读PhD, 没所谓的, 喜欢选一课来读, 又可以不踢归的, 又不影响我们的GPA的。 于是他就去听书啦。 当时的课就是microeconomics, 我想着不要紧要啦, microeconomics, 很多时候很多数学的东西, 我们读工作出身的, 数学一定能听得懂。 谁知道, 多了半个期, 都不知道他说什么。 我开始怀疑一件事, 对了, 是不是我自己蠢呢? 不要紧要, 考据一下先。 旁边有个死堂, 他是读经济的博士, 喂, 大哥, 你明白吗? 那同学说, 其实我都不太明白, 不过我当然明白得多过你啦。 那又怎样呢? 教授啊, 连教授啊, 那些题目啊, 那些次序都错了。 因为我太差了, 这件事都不知道。 那他就知道这件事。 那代表了什么呢? 其实这个教授的心力, 放在他的研究上, 他根本都没有备课, 没有准备, 只能来上课。 可能他觉得我们浪费他时间都不定。 所以大家想一想, 究竟这件事是不是这样呢? 另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在历史上大家都听过了, 宋氏三姊妹, 宋庆龄嫁了孙中山, 宋美龄嫁了蔣介石, 宋爱龄嫁了宋子民。 当时大家都说, 他三姊妹一个爱国, 一个爱权, 一个爱钱。 估论如何, 他三姊妹都是读美国一家很小的私校, 叫做William and Mary, 应该是在Pansylvania, 很世家的地方。 但这个校出名的地方是什么呢? 他们很注重Undergrade的教育, 所以他们放了很多心力去教书, 如何教很多学生, 而不是把时间放进去, 如何拿诺贝尔奖, 如何有什么新发明, 如何做好一点的芯片。 所以大家就要考虑, 不要盲目地听到, 哇,世界名校, 就把小孩推进去读。 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这一类的名校, 通常竞争很剧烈, 入队的学生的成绩很好, 再加上很多时候, 那些教授又不理他们。 其实我一旦来见过, 太多这些学生失败的例子, 很多时候他们进来, 突然间很失落, 因为突然没有人理他们, 而周围的同学, 个个人都很聪明。 那他一追不到的时候, 就直接对读书没有了兴趣, 大家要小心。 这些小孩不是不聪明, 只不过他不是最聪明那些。 好乖不乖, 他就混在那堆最聪明的人那里。 令到他自己觉得, 自己好像我怎么都追不上的, 或者别人又明白, 我又不明白。 那对他们一世人产生很多不良的效果。 所以大家要选择学校的, 就要小心一点。 想一想, 这间学校虽然是名校, 但其实, 是不是对我小孩的教育 有良好的影响呢? 好了, 说到这里, 再和大家讨论一下, 如果大家要帮子女选择大学, 有什么要考虑? 第一个要想的, 就是学校的地点。 因为有些朋友跟我说, 他说, 我小孩读书又不努力, 香港读不上的了, 所以不如送他去加拿大读书, 让他出了国读书, 生性一点。 这件事真的要小心。 所以我第一个通常问的朋友, 他说, 喂, 你送儿子去哪里? 他说, 不是啊, 去Universal Toronto而已。 我说, 你小心一点。 你知不知道Universal Toronto在哪里? Universal Toronto就是在Downtown多伦多。 如果大家熟悉多伦多, 就知道, 学校们在一条街, 叫灯打市街, 跟香港一样, 旁边就是唐人街。 我说, 如果你的小朋友在香港, 都已经读书不专心的了。 一个人去了多伦多, 在一个这样的地点, 再没有父母管住, 真的没有网管了。 我说, 你随时连儿子都没有了。 这个大家要小心的。 第二点很重要的, 就是学校的教学质素。 无论这个小朋友多聪明都好。 他读完中六大概18岁左右。 这样的年纪的小朋友, 怎样都需要有老师附座去读书。 去读研究院的时候, 就是另一个世界了。 如果有些学校, 我先和大家说, 其实成为名校, 是因为他的研究做得很好。 那些老师把心力放进去做研究, 根本都不理教学方面的。 教学质素, 学校也不计算。 那时候, 你的小朋友读书有没有好处呢? 这方面大家一定要小心考虑。 第三点, 大家可能也在想, 就是师生比例。 例如, 名校, 尤其是一年班的时候, 有些科是人都要读的。 例如, Cemistry 101在美国那样。 那些班是大到你不敢想象, 可以成千人一起上课。 于是, 你也考虑你的小朋友, 他是不是会在这么多日的环境之下上课呢? 然后, 跟着他不懂的东西能够自学去学得到呢? 还是, 他真的需要有老师或是助教的辅导呢? 才能够追得上功课呢? 才能够有一个很好的学习环境呢? 这些大家要想一想, 就是师生比例。 大家看的比例也要小心一点。 不要看学校的overall的比例。 因为呢, 他们会计算研究生的课班, 研究生的课的比例当然是低啦。 一个老师有十几个学生, 甚至一个老师有几个学生。 最后, 看回你的小朋友读本科的, 看回本科的师生比例。 最后一点很重要的, 选择大学校园的设备。 尤其是如果你不在香港读, 因为小朋友除了上读之外, 还有其他很多东西。 例如学校的宿舍的设备, 学校的医疗设备, 因为小朋友都是会病的, 或者是打球, 或者是会受伤的。 这类的设备, 有机会你可以去看一看。 除了看课室, 实验室, 这些主要是读书的设备之外, 另外这些叫做附助性的设备。 其实对于你的小朋友读书, 读书读得开不开心, 读乙乔律也有很大的影响。 最后, 就是他的学校的教学制度。 在我们读书的时候, 大家都知道, 上读就是上读的, 宿舍就是我们住, 我们吃饭的。 但是现在很多大学有点改变, 例如英国的剑桥, 他们住了一个宿舍, 属于哪个宿舍? 他们叫做college。 其实有些科是在一个college那里读的, 比如一些basic的英文, 主要之类。 这个制度现在, 有很多美国大学都跟着的, 比如说, Universal California的San Diego campus, 其实都分了college, 就是你住的地方。 但是其实你想有些科, 其实是在一个college里面上的, 就是在你的宿舍里面上的。 宿舍就有自己的tutor, 平时可以辅导你的功课。 所以大家要留意一下, 究竟你想帮小朋友选的大学, 是用哪样的教学制度呢? 第二件事很重要啦, 你的小朋友将来读书, 就不是什么都读的。 整个学校多好都好, 有些东西未必会影响他的。 所以, 你要看回, 你的小朋友最有兴趣的科学科, 学科的质素是怎样的呢? 还有, 有些东西, 很多人就自己以为有些误解的。 最出名的, 大家觉得麻生理工学院, 很多人会觉得麻生理工学院 是拿过经济学的洛贝尔奖的。 所以,你要看清楚, 如果你知道你的小朋友有兴趣读哪一科, 小心去了解那个学科。 甚至, 如果你有机会去探学校, 可以找一些教授聊聊天。 尤其是美国大学, 很开放的, 你去到这边就这样敲门, 找一个教授聊聊天。 他也跟你聊了两句。 大一件很重要, 大家都要留意一间学校, 修生的方法, 或者修生的标准。 究竟他们是纯粹看成绩, 或者看课外活动, 甚至看他有没有学乐器, 做社会服务, 做社会服务, 大家要小心去看。 或者有些学校看得很重的, 就是学生申请的时候, 写一篇文章。 有些家长都很紧张, 真的自己去帮小朋友修改那篇文章。 我劝大家小心, 千万不要。 我作为一个做了这么多年的修生主任, 我可以告诉你们, 经过大人修释过的文章, 其实不同的。 其实很容易看得出, 是有人改过的。 因为有些写法, 有些用字, 在十八岁的小朋友来说, 始终的笔锋是会比较幽乱的, 而有些是写得比较真,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自己越早代跑, 就会说, 写得不够好, 我帮你收拾一下。 很多时候, 这些方向就会累了小朋友。 一件很重要的很现实的问题, 就是经济能力。 究竟大学读一年要多少钱? 大家也要小心, 计一计, 比如宿舍, 其他要花的钱。 如果不是, 有没有其他选择? 比如来美国读书, 会不会读副学时先呢? 因为副学士便宜很多。 另外, 有些好的大学, 也都留了位让副学士转入。 所以, 读副学士不是表示, 你不能进入名大学。 另一件事, 也不会有错觉, 以为我读书比香港多贵。 有一集我跟大家提过, 我在港大的时候, 就是三鸟委员。 所以, 我多时都有机会接触到学校的管理层。 我曾经勸过那些管理层, 说, 不要乱说话, 说, 读港大比人家便宜很多。 有位高层跟我讨论过这些问题。 他说, 读港大, 四万多元的学费, 读完学位二十多万而已。 你出国读书, 我有个同事计算过数, 买单的时候, 他说, 他的儿子在建回设三年, 花了一百七十几万。 他继续那些回款的单, 所以有个总值的价钱。 看来, 好像贵了很多, 一百七十几万和二十几万。 我常常劝家长小新计算那盘数。 为什么呢? 港大高层没有说错了, 四万多元的学费, 四年就是二十万左右。 但是, 其实他有少少没有计算。 我很简单问一问大家, 这个小孩真的要读书, 读四年, 当他四十八个月吧。 大家公道点说, 他四十八个月, 如果花你六十万, 是不是很过分呢? 我自一个月的一万多元, 包括他坐车上学, 吃早餐, 吃午餐, 吃午餐, 有时买书, 买读书要用的用品, 我觉得也不过分。 大家想一想, 二十几万加六十万, 就是八十几万。 如果他要住宿舍, 又另外要付钱。 另外, 如果你不住宿舍, 算了,他住在家。 其实你自己骗自己而已。 他住在家, 用了几间房, 妈妈煮饭, 加多些菜, 你全部都当不花钱, 那当然便宜很多。 所以大家仔细一点, 真的计清楚, 就算你在香港读大学, 你的总共花费都过百万, 不要以为真的很少。 好了, 唯一的分别是什么呢? 你在香港读书有个好处, 你可以去找补习, 注意注意的东西。 你在外国读书, 你未必有个work permit 去打工。 那这样大家都要考虑的, 经济能力问题。 那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你个小朋友自己的个人喜好。 在美国的时候, 看到一些同学选大学, 很有趣的, 有些视频人一句就说, 有雪的地方我不去的, 因为他是加州长大, 习惯了加州长, 有雪的地方我不去的, 所以你不要叫我去哈佛, MIT, 那这样他有个个人喜好, 而且他除了上学之后, 去到那个地方, 都有一些是要做的, 平时他都要生活的, 所以你都要他找到一个, 他喜欢留几年的地方, 对不对? 大家很简单想想想, 如果你是一个, 你很不喜欢的地方生活, 都影响你学习的能力, 所以这件事都要尊重的, 自己个小朋友的个个个个人喜好, 也都或者他身体上的需要, 可能有些小朋友身体不太好, 未必捱得一些很严寒的天气, 对不对? 所以这些他的个人喜好, 大家应该要中逆列去考虑的行列。 好了, 这一集和大家说到这里了, 希望我说的话, 能够帮到各位家长, 帮自己的小朋友, 选多一间适合他的大学。 如果大家有什么留言的话, 留言给我吧, 如果喜欢这一集的话, 给个like我吧, 或者知道其他家长也有这个需要, 和他们分享。 当然,更欢迎的就是大家免费加入这个频道, 所以我们以后有些新的影片出的时候, 你可以知道。 如果大家是不想公开留言的, 想自己私下给我的意见, 可以送他这个email, 或者我个别的解答你。 如果大家想找回我们钟言顺耳的台, 以往六个个的影片, 在这里大概是一段时间。 好了, 多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